有请出来自于武汉的张璇 24岁职业师化工集团市场副经理 有请张璇 嗨 大家好 我叫张璇 今年24岁 来自于湖北武汉 现在从事化工产品的推销与销售工作 我的爱情宣言是 我愿意变成一把大伞 为你遮风挡雨 我愿意变成一棵大树 为你遮起一片阴凉 我是你的守护天使 我是张璇 谢谢 张璇的说话 我觉得像中璇 我觉得他飘过来 然后说话 眼神也特别迷离 尤其是最后一句 我是张璇 好像在听五月节目 画了两棵树 什么意思 这个小树是以前的我 这个大树呢 是现在的我 我经历了人生的很多的艰辛与不义 我现在已经成为一棵大树 我觉得我可以给别人依靠的感觉 谢谢 来 先带来你的才艺 为大家带来一首爱很简单 谢谢 好 展开有请 谢谢 谢谢 我 忘了是怎么开始 也许就是对你 有一只感觉 没有后悔 为爱日夜去跟随 那个疯狂的人是我 我爱你 永远都不愿意 失去你 失去你 谢谢 谢谢 恭喜 对他疲惫 对他疲惫中的这位是 哎呦 这位 什么地方电脑认为他们俩合适呢 本小 也许是发型 也许是发型 来 女生们第一效如何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不得不说你刚才对着我们这边唱那个 我爱你 因为我的声音比较低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你唱起歌来的时候 瞇着眼睛特别迷人 什么 你本来眼睛就小嘛 对 然后你唱歌的时候又瞇着眼睛又透露出一种迷离的目光 然后我们这一排都被电到了 是吗 谢谢 男嘉宾 你好呀 你好 一天你来到这里我是一定会支持你的 知道为什么吗 知道 因为我知道你也是武汉的 对 对对对 我小时候也在武汉长大 可是我武汉话都不会讲了耶 我只会说一句 请说 我洗掉你的鞋 不会洗掉我的鞋 其实你的普通话也不大会讲了耶 真的吗 真的耶 好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你确实长得很卡通 你刚刚一下来的时候我就发现 你的确很像一个玩具的形 就是萌起奇 这头发特别像 就抨起来的 然后脸圆圆的 很可爱 然后但是你有点紧张 对不对 对 有一点 我就发现你胸口是一片超红超红的 是因为真的是因为紧张吗 还是过敏什么 因为我以前是生活在国外 我在国外待了五年 然后那个地方是新加坡是热带 其实我以前不会那么红 可能太阳晒得比较多 然后可能就是皮肤有一点敏感之类的 然后一热的话这边就会很红 这样子 男嘉宾 你好 男嘉宾 你好 我觉得你和文晓特有夫妻像 是最绿的那一位 小心文晓的老公揍你 我也想揍你好吗 为什么得出这个结论 因为我这样看过来嘛 正好鼻子特像 鼻子特像 对 又细又长的 其实是在看你们了 这个别说是 至少是有点胸妹像 说胸妹像 胸妹胸妹 姐弟像 对对对 男嘉宾 你好像机器人啊 机器人 因为你的脸是方的 你的西装有轮廓 然后看上去像一个黑的机器人 黑的机器人 怎么讲呢 那个意思 你就不是人 没有 我在表扬你 你有立体感 你其实长得真的蛮像 大众的那个除去五官 就长得蛮像 大众情人李明浩的 就是韩国巨星李明浩嘛 很帅 除掉五官啊 除掉五官 他还是人嘛 你从我站在我身边 我都觉得他身材真好 适合当模特 是 身材比例不错 你有多高 185 真是 标准的这身材 他们就是 刘老师你嫉妒了吗 我嫉妒我来不及了 我怎么找 我找不着 刘老师不太嫉妒他身材 特别嫉妒他能穿低胸 会凉快 好 一番评价之后呢 我们再通过一段VCR 进一步了解一下 请来大屏幕 大家好 我叫张璇 今年24岁 来自于湖北武汉 现在呢 在复兴的公司 全是包装产品的 推广销售服务 我的爱好呢 是健身 每周我都会去三到四次 我的偶像呢 是韩国的Rain 每当我练到很累的时候 我想起他的身材 我都会固有自己的继续 努力练下去 另外呢 我还喜欢旅游 目前亚洲的国家 我基本上去没有 但是最吸引我的就是泰国 泰国的海滩和海鲜 是非常吸引我的 现在呢我喜欢温柔体贴大发 并且有气质的女孩子 其实我最喜欢韩国的明星李多海那种 非常的可爱 非常的善良 那种很招人疼的感觉 好 张璇呢是毕业于大马西理工学 是新加坡的一个综合性的大学 是吧 对 建立化工集团也是新加坡的 不是 化工集团是我父亲开的 哦 家族企业 对对对 在武汉 哦 在武汉 对 现在是拿到年薪二十万 曾经是个打工皇 对 遇到过星探 也遇到过星探 星探找你去演什么呀 我有演过那个大喜事 然后是范文芳和李明顺 他们演的一部电影 哇 在新加坡 对 在新加坡 对 哦 当时是 因为我在新加坡 有做兼职的模特吗 哦 怪不得 刚才录了 所以你想 我们判断是很准确的 他是一个标准的模特身材 说自己呢 有母性 想成为和父亲一样的男人 呃 是这样的 我觉得 在我生命里 我觉得我父亲 是对我一个很重要的人 我从小呢 就是崇利罐子里面长大的 我感觉我的路 我的父母都已经跟我铺得很好 我觉得人生都没有挑战 但是自从我出国之后 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是我自己来啊 然后也遇到过很多的挫折 与坎坷吧 但是我觉得我都经历过来了 大家可以看到第三个牌 啊 恋爱经历 恋爱两次 交往三月以后 发现被骗 对 我觉得 这次经历对我的 恋爱的打击是最大的 我和她交往三个月之后 她突然跟我说她 已经结婚了 并且还有一个24岁的小孩 当时我真的快接受不了 就是觉得 怎么可能这种事情 发生在我身上 但是我是一个家庭观很重的人 你知道吗 既然你们还没有离婚 我觉得 我不想去破坏你们 我最后还是决定分手 很善良的感觉 对对对 我不会去怪任何人 我脾气也很好 她喜欢温柔有气质 招人疼的女孩 期望在26岁前结婚 对 我是这样打算的26岁 好 来 关心 男嘉宾 你好 对于那种烂的恋情 让她离去了更好 因为我看到有一句话说 说同样一件事 不同的人对你 不同的人为你做 你就会感觉不同 因为我们在乎的 不是那件事 而是做事的人 你想 那个女生 从一开始就瞒着你 你们在爱情中 一开始就是不对等的 所以说即使你纠结 痛苦 受伤 但是你现在走出来了 那段烂的东西 已经不能再影响你了 我觉得就让她 怎么说滚开更好吧 不会 不会 我觉得人生 我觉得有句话说得很对 人生里面需要三次恋爱 第一次是初恋 第二次是很深刻的恋爱 第三次才是一辈子 我希望我的第三次 真的是一辈子的恋爱 对 所以你经过那场洗礼之后 你会更坚强 谢谢 谢谢美谷 男嘉宾 你好 我刚才顺着关心的这句话 我也非常同意她的意见 美妮好 然后有一句话送给你 就是说 中华儿女千千万 一个不行咱再换 是吧 不管是从中国还是在新加坡 我觉得吧 你都能找到一个 真正属于你的爱人 加油 谢谢你 谢谢你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其实我想说我跟你还是挺有缘分的 因为五年前我也在新加坡念书 然后是前两年才回来的 然后我也特别羡慕你 说为什么你总是能碰到星炭那些的 我每天在新加坡 新加坡就这么点大 然后我每天在那个乌节路上闲逛 都没碰到一个明星 也没有心态的挖几我呀 就是你说你是打工狂嘛 你到底打过哪些工啊 第一年呢是在酒店里面当waiter 当时我在那个新加坡 希尔顿酒店里面当waiter嘛 然后是因为新加坡总统府里面 会举行一场 他们会办一场那个庆功宴之类的 当时我服务做得比较好 然后外表还不错 所以就被选到VIP 然后我当时就是服务的李显龙的夫人 当时我很紧张 可能有把那个茶层弄到那个 那个总统夫人的身上去了 当时好就八个 八个那个士兵打着枪都冲进来了 当时差点没被我逼了 然后当时那个总统夫人就 没事没事 然后他就换一套衣服 我觉得还蛮好 男嘉宾你好 我想你参加过很多影视演出嘛 其实我也有参加许多戏曲比赛 不知道你是否也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 我想为你表演唱一段戏曲给你听 谢谢你 好的 有请 好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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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招人 好 来 女生们 拿起你们手中的按键器 准备好 做出选择 来 三 二 一 请选择 果然刚才那些说 我相信你会找到 一个合适的人 都没有给你留牌 不过呢 在你的身后 还有六位女士 在坚持为你守候着 下面你要从对面的 16位当中任选一位 来了解她的VCR 我选择陈燕 好 大家好 我叫陈燕 今年25岁 来自上海 现在在一丰检验科上班 是做检验师的工作 一个产妇在我们医院 需要经过许多检验 这台机器是选您的检测 如果生产的时候 太高的话 容易引起大出血 除了在单位工作之外 平时在家里嘛 现在大多数时间 都在复习功课 准备临床检验师的考试 另外在家里 我比较喜欢跳舞 跳现代类的舞吧 这样比较有力锻炼气质 我呢 只谈过一次恋爱 最后因为男友出国而分手了 现在呢 想找一个干干净净 高高瘦瘦 白白嫩嫩 疼我爱我的男生就够了 还可以选择向女生们提出一个问题 提问一位或几位女生 我想要提问 陈燕 还有赵洁 好 来 什么问题 就是你们喜欢什么花 我比较喜欢蓝色妖姬 我觉得它的颜色和它的特别 非常的有神秘感 然后就会有一种吸引力 然后我觉得我最喜欢的花就是这个 好的 谢谢 我是觉得那个百合比较纯洁 然后就比较高尚 所以我比较喜欢百合 你喜欢什么花 我比较巧合啊 我跟陈静一样喜欢百合 对 爱好一样 对 很巧 那下面呢 你还要向女生们提出六个要求 五个要求的方式都翻牌 来 第一个要求 不喜欢百合花的请翻牌 不喜欢百合花的女生翻牌吧 有一个人很赌气地翻过去了 可是因为我要解释一下 因为在我的房间里面 我一定会放一束百合花 有些女生会讨厌百合的味道这样子 考虑的还挺仔细的 对 考虑要在房间放一束什么花 对 好 来 下一个要求 如果我想在新加坡生活一段时间 你们不愿意跟我去的请翻牌 这一段时间怎么说 你生活一天你也是生活 可能我以后会在新加坡成立一个外贸公司 所以说 希望它两地跟你跑 一会儿在中国 一会儿在新加坡 对对对 而且我觉得在中间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经常出去玩 出去旅游 这样子 我也想说一下 我非常喜欢新加坡这个城市 但是我也是个非常顾家的人 我非常舍不得我的父母 如果是经常不在父母身边的话 可能就不愿意 很遗憾 来 下一个要求 大女人主义 女强人 请翻牌 觉得自己大女人主义的女生 请翻牌 小鸡翻过去了 我觉得我还挺女强人的 而且我觉得女强人 她可能给你带来 世界上的帮助 或者是人脉上的透广 所以女强人应该是 非常值得珍惜的 但是当女强人遇到一个 能让她变傻变笨的男生的时候 她也会变得非常小鸟一人 谢谢你的体制 看得出来她基本 降服不了那种特强悍的女人 对 但是要很遗憾地告诉你 在你的身后 现在已经没有牌 为你留着了 可是我还是想 对我的心动女生表白一次 觉得我今天来就是为了她 好的 那我现在要公布 她心动女生的号码是 3号 陈彦 让我们有请出 3号 陈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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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好 我觉得我第一次看到你 我就很喜欢很酸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 因为我觉得你非常的可爱 然后非常的糟人疼 感觉你的性格很温柔 而且你在台上 不会去打击男嘉宾 我觉得你的心肠 觉得是真的很不错 我觉得我们的性格非常的合 你说你喜欢 开心的时候 喜欢别人和你一起开心 你不开心的时候 喜欢别人哄你开心 我觉得我就是这样一个男生 我觉得我爱一个人 我会和他一起开心 他如果不开心 我会就算哄他一整夜 我也会把他红到开心 另外你说你喜欢黏人 我觉得被人黏是一种很幸福的感觉 就算我在工作 就算我在忙 我也不会不接你电话 首先我想说你说的这些话 其实真的是蛮符合我对 就是恋情的一种要求 我真的希望男嘉宾再忙的时候 也能接我电话 听我把话讲完 但是之前 我就是因为你那个翻牌问题 把你关掉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我的父母从小把我养大 我觉得不能陪在他们面前尽孝道 我会很难过 我觉得这个不是问题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会在上海发展 开贸易公司 新加坡其实是首选 只是我当时觉得我在新加坡 我也已经拿到绿卡 所以说比较有优势 但是你知道 但是我觉得如果我喜欢你 我会选择我在上海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上海有你 我真的不太会讲话 但是 你讲得已经很好的 你还要拒绝的理由吗 但是只是希望你明白我的心意 我为你真的什么都愿意做 这样吧 我先送上我的礼物吧 是你们俩都最爱的百合 这个是我最喜欢的花 代表了我对你的一切的爱意 都在里面 希望你可以收下它 百合 至少在我们的眼里就是百年好合的意思 好棒啊 成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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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也收了 抱也抱了 你还没来去痛快花呢 我想说男嘉宾 其实我真的很感动 然后呢 我愿意和你一起合 太棒了 恭喜二位 牵手成功 我已经走 过着安定的生活 你们将获得由天翁茶庄 亲情提供的价值三圈元的旅游券一份 同时还将获得帅康厨房电器 提供的帅康小出宝一队 还有老妙黄金提供的精美饰品 我今天实在是太高兴了 真的是牵到我的心动女生 我还带来了武汉的特产鸭脖子 给大家 真有鸭脖子呀 人家送喜糖 他送鸭脖子 太有创业了 大家要多向这位小伙子学习啊 谢谢 谢谢 摄影都归这回小了 我想这样吃的 这又是我的 你还真不客气 这么爱吃啊 好 再见了